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看我的视频 上周末呢 是欧洲这边的黑五 我们的计划呢 是白天女孩们去逛街 然后呢 我老公呢 在家做牛排 他就现在这个画面 就是他去买牛排 今天是德国的Black Friday 我们在烧品之后呢 然后已经准备好了 牛排大餐啦 今天我们是四个人的Black Friday dinner 是牛排 一个Buy-Lag 土豆 这个是一个Gamuse 蔬菜 这个是Steak 牛排 你分手 我特别喜欢他 这个酒 嗯 赖啥 我是猴体 很快吃了 而且呢? 还要在用 learning吃的 OK 他们是一种更 稍微一点 那我们都不要吃了 老婆 我先试试 今天呢 他还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先把我们送到了逛街的地方 然后就去买牛排 然后做牛排 我们给他消息之后呢 他要开车来接我们 还是很成功的 回家以后这些饭都已经做好了 这个饮料呢 是调制的 在德国呢 也很流行 以后呢 再出一期视频呢 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种饮料怎么调 他调的这个饮料特别好喝 大家有机会来尝尝吧 现在因为德国的所有的餐馆呢 都是关门了 只有外卖 没有汤食 所以我们今天的牛排呢 就在家吃 然后也是他精心准备的 味道超级棒 我感觉很棒 我感觉很棒 特别吃完这水就要了 我感觉很棒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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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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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非常好 味道很激烈 而且他做的这个不是 是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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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中文的 那是中文的很困难 你都要留下来 和中文的中文的 因为它是中文的 是中文的很困难 这个中文的味道是好吃的 你看看它 嗯好顺 我们是不是炸的 这个 这个还没出炸的 鱼子里面的饭就吃了 哈哈哈哈 今天这顿牛排就吃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拜拜